床上一次能领半天 一次抽多少了 一千是多大的量 一千八成 这是尹君子读尹发作时的真实录像 见人就砍 见东西就砸 手脚完全溃烂 窗巴遍布全身 就连骨头都变成了黑色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原本当地最有名的富豪 仅用了一年时间 就吸光了家里几十万的积蓄 还欠下数百万高利贷 视频拍摄于1995年 因画面太过残忍 这段真实录像被禁播了28年 直到前不久在网上公开后 让所有国人惊掉了下巴 原来真实的读尹发作 远比影视中的要恐怖千倍 画面中这位正在哀嚎的女人 名叫张福娟 今年28岁 如今的她 手脚已经全部溃烂 就连骨头都已经变成了黑色 浑身上下都是毒品留下的痕迹 本想依靠药物来缓解治疗 可她全身的血管已经完全硬化 根本没有一处血管能够扎针 让谁都不会想到 画面中这个长相近乎于妖怪的女人 数年前竟然还是长春制片厂的头牌演员 而且还是我国最早的一批万元户 她和丈夫凭借着聪明的头脑 在当时挣了不少的钱 因为自己是一名吃货 为了方便自己吃喝 直接开了一家餐馆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个饭馆 彻底把她推进了一个无底深渊 虽然当时饭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但随之出现的客人也非常混乱 就在一次与丈夫吵架后 接过客人递过来的一支烟 正是这支烟 直接改变了张福娟原本幸福的一生 她当时怎么都不会想到 只不过是一支普通的烟 里面竟然被添加了毒品 从此她便染上了可怕的毒瘾 其实很多吸食者根本没钱买 要想满足自己的毒瘾 就必须帮助别人卖毒品 靠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 所以像张福娟这种有钱人 就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先是通过一些手段 让其在不知不觉中沦陷 紧接着受害者就会主动找到这些人 用高筋换取毒品满足自己 而他们的目标除了这些有钱人之外 其次就是那些懵懂的青少年 这是尹君子毒瘾发作时的真实录像 见人就砍 见东西就砸 手脚完全溃烂 窗巴遍布全身 就连骨头都变成了黑色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原本当地最有名的富豪 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吸光了家里几十万的积蓄 还欠下数百万高利贷 画面中这位女子名叫张福娟 因为被奸人陷害 染上了毒瘾 之后的六年时间里 没有一天不是在煎熬中度过的 为了警醒后人不要沾染毒品 他同意记者拍下自己犯饮食的惨状 旁边桌子上放着的 就是用来缓解这种情况的真迹 只要一针下去 便会立即好转 可他却坚持要等记者全部拍摄完之后再使用 一生生的哀嚎 让记者不忍心再看下去 没等拍完就赶紧悄悄的离开 而像他这样染上毒瘾的人 还只不过是众多受害者中的缩影 在采访过程中 团队还拍下了当地两名因吸毒过量死者的画面 他们手里还攥着注射所用的针管 身上除了多处溃烂的伤疤外 还有很多戾气所致的伤痕 据民警推测 毒瘾发作时 人会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 这些伤痕很有可能就是 他们在迷失自我的时候 进行的自虐行为 可惜即便再怎么做 也都是无济于事 根本缓解不了毒瘾带给他们的痛苦 这种痛苦早已经在大脑和神经中根深蒂固 终其一生都无法消除 即使戒毒成功的人 也会留下强烈的后遗症 除了这种自虐的行为外 他们还会做出很多疯狂的举动 当街抢劫 持刀伤人等等 神志昏迷情况下的他们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地的一位公安局刑侦队长 向我们介绍了这样一起案件 凶手因毒瘾发作 手持斧头 当街随机杀害一名妇女 而后又直接冲入其家中 含死了一名还在强保中的孩子 最可怕的是 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的人 是一名年仅12岁的孩子 让谁也想不到 本应该天真无邪的年纪 竟然成为了一个杀人恶魔 在当时那个年代 我国边境地区还有很多人 像张福娟一样被人陷害 染上毒瘾 他们这些人不分性别 不分年纪 只要沾上了这个东西 他们的人生就会彻底毁掉 画面中这位面不痴呆的男子 就是最好的一个写照 这是尹君子毒瘾发作时的真实录像 见人就砍 见东西就砸 手脚完全溃烂 窗疤遍布全身 就连骨头都变成了黑色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原本当地最有名的富豪 仅用了一年时间 就吸光了家里几十万的积蓄 还欠下数百万高利贷 画面中这个男人 名叫张九龄 因为毒品注射过量 导致变成现在这副痴呆的模样 甚至连话都已经不会说了 他曾是老父亲心中的天之骄子 可每次看到儿子现在的模样 自己除了叹息 什么都做不了 这些年轻姑娘们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 虽然看着和常人没什么两样 但却因为各种原因 沾染上了毒品 聚集在戒毒所 其中最典型的 就是画面中这对姐妹 她们之前是开出租车的 因为特殊原因染上了毒瘾 在短短两年内 就将二十多万的积蓄挥霍于空 即使窗疤已经遍布全身 也还是忍不住继续吸食毒品 可突然有一天 她们亲眼目睹了 自己年仅十八岁的好闺蜜 因为吸毒过量去世后 姐妹俩下定决心 自愿来到戒毒所 她们不知道自己这次 能不能彻底的戒掉毒瘾 但她们心里十分清楚 自己如果再不戒毒的话 可能未来的某一天 也会像自己的闺蜜一样突然暴毙 而毒品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此 她不仅能够侵蚀人的生命 还能够泯灭人性 画面中这位名叫陈兴平 曾是当地非常善良的一名干部 但摇身一变 却成为了一名死刑犯 因为被人陷害 染上毒瘾的她 不惜贪污公款来获取毒资 最终落到了这样的下场 记者问她 有什么想告诫她人的 面对镜头 陈兴平从容的回答道 横竖都是死 枪毙总好过护士荒野 真爱生命 远离毒品 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而已 如果你也感同身受的话 请把想法留在评论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